新加坡的建国时间是8月9日,这是他们迎来的国庆。 然后它可以获得6种点装,都是上一和下一。 它里面有攻击力、魔力、HPM100%的效果。 当你收集10件的话,你就可以结合这上下一会获得套装和套服。 它也就变成了魔力25,攻击25,HPM100%的效果。 然后完成2020年爱国者黑色套装。 然后它就会获得,会看到这个烟花的效果。 烟花效果。 它这个点装它是有效果的,它属性是有效果的。 它是有效果的。 然后它有一个礼物。 礼物。 它就是要带着这个黑猫的耳朵15分钟。 它会给你一个耳朵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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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设置道具。 还有一个耳朵。 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个黑猫耳朵。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给你一个耳朵比较难, 如果能操作更暗衣物,就不再寫去 HELP 解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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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打怪的时候会掉这些上衣和裤子它自己交换券 它使用之后会储存在衣柜里面 打断了 一室内面 撤击 放置上到為雞犀勞 這次你不能用來搬 放在雞犀佛 鞋子場內 放在這裏 很快 他就是一定要如果是横向就是上衣都要实践就会获得黑色这个上衣 裤子他都是实践的时候会获得黑色的裤子 然后就是同一颜色的上衣裤子 他就会获得这个套服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墨镜 这墨镜就是套服都要有实践的时候 他就会送你这个墨镜 它是十件上衣裤子 那也就是说你要拿的墨镜 一共要一百件上衣裤子